有网友到了高雄某家商附近 外带一碗50元的肉燒饭 问网友合不合理呢 有人说好吃就不贵 但也有人说太夸张了 实际来到这一间高雄市三明区 建新路上的这一家肉燒饭店 开业二十几年 小份的卖三十五元 大份的卖四十五元 外带要多收五块钱 老板表示成本一直涨 要维持这个价格实在不容易了 再来到另外一家位于六河路上 开业五十五年的肉燒饭店 尽管是平常日但人潮不少 肉燒饭小份的卖三十元 大份的卖六十元 老板已表示 其实一份卖五十元也在合理范围内 一份肉燒饭五十块有人嫌贵 有人觉得还好 就看消费者买不买单 华氏新闻参谋室 林亭阳高雄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亦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